驸马外出生战两年未归 公主竟然怀孕了 道光帝气条大衣灭青 幸亏驸马及时归来 才保下公主一命 驸马是在草原待久了 只要是绿色都喜欢吗 可有些绿是不能上头的 你说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位胆大包天的 寿安公主 寿安固灵公主道光帝四女 是道光与真爱孝权成皇后 感情正浓使爱的结晶 虽是四女 但前三女早妖 寿安实际上是皇长女 他自幼得父母宠爱 道光以堂堂大清皇帝 紧抠门道 衣服都打补丁 却尽可能的满足他的需求 各种重要场合上 经常能看到寿安的身影 待寿安成年之时 道光千条万旋 给他选了精神小伙 德木楚个扎布 他是蒙古奈曼布郡王之子 承其思汗第28代孙 找了个家世显赫的好女婿后 道光还是舍不得小苗儿远嫁 他为了能将女儿留在身边 先给寿安盖了座超豪华的公主府 又将驸马召入宫中 授以官职 据青史稿的记载 寿安公主婚礼的隆重程度 也达到了清朝的超高规格 金黄盖红围金黄垂掺 样样都价值千金 道光日常可是节俭到鸡蛋 每天只吃一个 皇后过生日 吃碗炸酱面都是难得的惊喜 就这样一个节俭到极点的人 却舍得这样大手笔的 为女儿见府邸办婚礼 足以见得她对寿安的宠爱 寿安公主 与德木楚客扎布 这对青春正好的小儿女 感情自是甜蜜无比 恨不得天天粘在一起 可是好景不长 德木楚客扎布率军出征了 二人的感情会发生变动吗 驸马在外征战 公主却怀孕了 驸马真的是喜当爹吗 德木楚客扎布出征了以后 寿安公主与驸马 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对爱人的牵挂 让公主茶饭不思 终日望着驸马的义务郁郁寡欢 道光得知此事以后 舍不得宝贝女儿伤心 只好经常前去探望 时常带些小礼物 逗女儿开心 过了一段时间后 道光发现女儿的笑容回来了 正当她为妇女情深而自豪时 工人却传来了 寿安公主病 爱女心切的道光急忙 带着一车的老御一举公主府 御一位寿安公主耗脉以后 发现寿安公主竟是怀孕了 可驸马已经两年未归京 公主腹中之子又是谁呢 羽衣越想头上冷汗越多 望着道光焦急的眼神 她也只得硬着头皮说 公主没有大爱 只是怀孕了 道光听后立即暴跳如雷 她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最疼爱的女儿 竟会做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事 将爱心觉罗家的脸都丢光了 盛怒之下道光追问寿安公主 孩子的生父到底是谁 寿安公主却只是跪着不说话 看着一言不发的女儿 道光只好说 把孩子打了 你依然是大清最尊贵的公主 谁料公主却坚决不肯 为了保全皇家的颜面 与给征战的驸马一个交代 道光只好忍痛刺死女儿 谁料白铃刚挂上 驸马却快马加鞭赶回京城 跪在道光身前为公主求情 并表示这个孩子是自己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驸马为国征战远在千里之外 公主又怎么会怀上她的孩子 原来驸马奔赴战场后 也十分思念受安公主 听闻公主因为想她总默默垂泪 心疼妻子的她 只要前线战士不那么紧急 便偷偷跑回京城与公主相会 这个孩子就是这样怀上她 但是按照清朝的法律 将领私自回京 不仅自己要被问罪 家人也会受到牵连 正是因为如此 受安公主才不敢说出实情 读知真相 道光长出一口气 孩子是驸马的 那一切都好办 想到其他士兵也有父母妻儿 道光又颁布了一条命令 今后只要没有紧急战士 士兵可以轮流回来探亲 受安公主虽然差点没命 但是她宁死也不愿牵连驸马 驸马得知此事以后 也冒着杀头的风险 对道光说出了实情 此后小夫妻感情更上一层楼 公主与驸马的感情也成为佳话 道光去世以后 贤峰继位 贤峰作为受安的同母弟弟 对父亲二人也是好得很 可惜的是天不垂怜 贤峰十年 润三月初三 受安公主病逝 年纪三十五岁 被葬在了京师郊外原秦 同志元年三月 德木楚克扎布觉得自己大陷将至 请求将受安公主 以葬帆布 自己也回到故乡 与爱妻合葬 可能是道光死前有交代 不想让这个心爱的女儿远行 同志弟驳回了这个请求 同志此年德木楚克扎布病逝 朝廷追任她为和朔亲王爵 又赐与福晋寿安公主合葬 至此 这对夫妻终于是在地下团聚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